你直接从楼上楼下上来的是吧 今年17岁 你怎么过来的 我坐飞行车回来的 坐私自家车过来的 对 老家人把你送上私自家车 然后带到哪里放下的 到广州 在广州这一晚上 然后你怎么坐到这里来的 是他送过来的还是怎么样 他来的时候又叫我送回来的 那你知道那个人在哪里吗 不知道 那你总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的吧 我这几天我他离这边远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边 他就送了我就走了 他把你送到大石来了吗 不是大石 这里就是大石 送人是哪哪 蒙村 送到蒙村 然后你从蒙村走过来的 送到蒙村 他没有留点钱给你 或者怎么样的 没有 这几天都摔路边 不是吧 那现在村委会不知道有没有人 说怎么了 说我哥打的 你哥打脸 你不说你哥在哪里 我哥 我哥在老家的 这是以前打的 然后你家里就是一个哥哥 还有什么没有 还有俺叔 你叔 还有其他人吗 还有俺姑 俺姑姑 你姑姑 你姑父 那这些人的号码 你只有你叔的号码是吧 我知道人出的 其他人我都不知道 关键是你怎么直接就下车 他没给你送到个地方 这个很麻烦 第一个你没有身份证 你没有身份证的话很麻烦 很难帮到忙的 我带你去村委看一下他们能帮到你或怎么样的 你这样没有身份证在外面是没办法生活的知道吧 在外面你不管打工也好什么也好都要身份证的 租房子上班都要身份证 今年17岁 应该年龄已经过了是吧 那你这么多天在哪里 在大街上 那你吃呢 我也手机要个面了 我没有吃 随人人家生养 这是一个17岁的孩子 到我工厂来 说是要来找工作 希望我收留他 结果经过询问之后 发现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他身份证都没有 从家里过来 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已经过来差不多半个多月了 他说他一直睡在路边 然后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真的很可怜 但是我现在他没身份证 我很难帮到他 只能把他送到村委会去 看一下村子里面有没有人能帮到他 你等一下到了那边 他们怎么问你就怎么答 是吧 他们才能帮到你 看是把你送回去还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因为你现在没身份证是最麻烦的 有身份证你才可以在这边找工作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你没身份证 这里没有工厂敢要你的 是吧 我有个身份证好像在 身份证在老家的 对 你当时出来的时候又带身份证 你知道吧 那我拿到身份证 我还可管 管我来当我 你拿身份证 你在当地都能找到工作 就不一定跑那么远 你知道吧 我不想在当地 我不想出来 关键是你现在 你到时候再说吧 好不好 你先把身份证先搞到 如果说你身份证搞到了 这边 身份证搞到了 你想过来 我们到时候再说 好不好 因为你没身份证的话 我们这边很难的 我先带他到这个警务室 去问一下 开始什么情况 刚才身上也没有 没有带钱 没法帮助到他 其实现在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我就把它交给警务室 他们应该能帮助到他 刚才那个 应该是警察叔叔 等一下把他送过去 他来的地方 他的身份证应该是带回来了 但具体怎么样要 看警察他们怎么帮助他了 我们也只能帮到他这了 这么小的孩子才17岁 都已经睡了 但是听他们说 他们是 刚才我听我们工厂人说 他先来的时候 就说他家里的父母 已经没有了 就是一个堂哥 在家里 所以身事也挺可怜的 希望这种 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 感觉现在来到身边 挺难受的 谢谢 谢谢 谢谢